意义非凡的拉美之行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你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2024年11月13日至2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毕鲁 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对毕鲁进行过世访问 赴巴西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 第19次峰会 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 南半球初夏时节 习近平主席飞越万水千山 开启党的二十大后 首次拉美之行 此访立足拉美 面向亚太 放眼全球 胸怀天下 是一次跨越山海的友谊之旅 共促发展的团结之旅 拓展伙伴关系的合作之旅 十一天时间里 习近平主席行程逾四万公里 横跨南美大陆东西两岸 密集出席近四十场双多边活动 达成六十多项合作文件 既会老友又交心旁 既进行战略沟通 又深化务实合作 既推动大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又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开辟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行程结束之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习近平主席在立马出席 A派克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并向工商领导人峰会 发表书面演讲 以坚持开放发展 回答世界之问 深刻指出 经济全球化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科技进步必然结果 全球我们看到 一方面是百年变局加速远近 另一方面是产业革命 科技革命需要全球 联起手来优势互补 所以我觉得 重建这种普惠包容的 建立一个亚太自贸体系 我觉得也是反映了 当前的这种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声 习近平主席还总结亚太奇迹原因 呼吁亚太经济体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构建开放融通的亚太合作格局 培育绿色创新的亚太增长动能 树脑普惠包容的亚太发展理念 从格局来讲 就是要打到一个开放融通的 这个其实也是要坚持 亚太区域合作开放包容 它的开放性 一定是一个面向所有经济体的 另一方面的绿色创新的 合作的动能 绿色创新是现在实在的潮流 在这方面再叠加这个数字化 智能化的转向 习主席都有很多深刻的阐述 最后一个叫塑劳 这个普惠包容的发展理念 其实这一点和我们在国内倡导的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其实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曾两次主办APAC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这次中国提出 申办2026年APAC会议 获得各方一致支持 和领导人会议合可 中国将继续携手地区伙伴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和开放的区域主义 共同打造亚太发展 下一个黄金30年 这次G20礼约峰会 以构建公正的世界 和可持续的星球为主题 以消除饥饿贫困为首要议题 反映了全球南方 对于实现发展繁荣 竹梦现代化的追求和渴望 此次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全面系统 阐释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从经济 金融 贸易 数字 生态 等五个方面 提出完善全球治理的理念主张 实际上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经济 而且在每个提了这个治理之后 我们都有一个对应的词 来描述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经济的样子 那就是合作性的世界经济 稳定性的世界经济 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创新型的世界经济 还有生态友好性的世界经济 这是中国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治理 提出的中国方案 对于这个下一步 如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可以说致命了方向 也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和拥股 习近平主席宣布 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 包括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支持非洲发展 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 同巴西 南非 非盟 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 支持二十国集团 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 落实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等等 我们在八项行动里头 特别把科技提出来 而且是一发展中国家 强调这个科技合作 我觉得一个是顺应了 发展中国家在科技领域的 这种强烈的这种要求诉求 第二呢 我觉得也是打破 发达国家在科技领域的这种垄断 比如说我们这次在跟巴西的 这种合作协议里头 特别谈到了像这个能源转型 特别谈到了像这个人工智能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 具体的这种科技领域合作 可以大大推动 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这种合作的这种模式 更重要是这个会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科技领域形成一个 南南合作的一个新的这种样板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结合亲身经历 生动讲述中国脱贫故事 指出本着滴水穿石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任性 横心和奋斗精神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不是生硬的向外传输中国的经验 或者中国的模式 我们是通过行动产生更多的益出 让更多的合作伙伴享受中国经济政党的红利 和中国发展经验它产生的益出 王毅说 秘鲁和中国同为古老文明 是彼此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 伯鲁阿尔特总统为习近平主席 举行了秘鲁共和国成立以来 最为盛大的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以视频方式 共同出席前凯港开港仪式 作为中壁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 前凯港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 有助于打造 以前凯港为起点的亚拉陆海新通道 构建立体多元高效互联互通新格局 前凯港到中国的上海 时间23天 可以说大大的缩短了海运时间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与它相关 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巴西 包括智利 都开始和前凯港有一些路往衔接的规划 那么它就使得这个秘鲁 它未来在地区当中 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且通过这样一个新航线 实际上来讲不仅是中壁 我们贸易更加多元化 那么实际上使得这个中国和拉美之间的这种 贸易多元化呢也有了更好的机会 王毅表示巴西是拉美首强 是全球首个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 也是首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拉美国家 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 卢拉总统高度重视此访 在接待多国领导人出席G20峰会的繁忙日程中 专门拿出一整天时间为习近平主席举行国事活动 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友好的战略沟通 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这个可能形容词比较长 但这个形容词恰恰就是这次G20峰会的主题 我想通过这个定位反映了中巴双方的关系 已经超越双边关系 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战略性和长远性 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 作为东西半球的两个发展中大国 作为全球南方有影响力的两大成员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 或者是相似的 接近的 所以我们理应为这个世界代表南方国家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提出我们的智慧 推动南南合作 推动南北对话 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 王毅表示 中巴宣布构建命运共同体 并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 是中巴关系史上的历史性时刻 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中拉双向奔赴 无疑将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共同繁荣故事的精彩篇章 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给中拉关系 我觉得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板 我觉得会未来对中国与整个拉美 我觉得都会提到一个引领作用 中巴这种合作我觉得会完全 我毫不怀疑一定会带动 这个发展战略国家 或者南方国家的这种团结的 这种趋势 所以我觉得从全球舞台中 在这种角度看 中巴这种合作 一定会加速这个发展战略国家 整体崛起的这样一个 这个世界大势 这次从利马到里约热内卢 习近平主席举行了十多场双边会见 既有依依带水的近邻 也有万里之遥的远亲 既巩固强化 同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 也稳定改善同西方国家关系 中国的朋友圈更加稳固和扩大 其中最受国际社会瞩目的是 中美元首立马会晤 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 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经验和启示 明确指出 如果两国做伙伴 求同存异 中美关系就能够取得长足发展 如果把对方当对手 恶性竞争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 甚至倒退 习近平主席重申中方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强调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 休息底德陷阱不是历史宿命 小院高强不是大国作为 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 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会得逞 中美要展现大国担当 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 拜登总统重申 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会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竞争 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对话 增进彼此相互认知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中方致力于发展稳定健康可持续 中美关系的目标没有变 按照相互信众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 我想这四个没有变 也是中国做出的一个坚定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发展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 但同时我们要坚决含围我们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各国领导人都积极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赞赏中国坚持多边主义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反对保护主义和新冷战 致力于深化拓展对华合作 成为中国可靠的合作伙伴 共同维护自由贸易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更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从立马到里约正内卢 习近平主席又一次在人类历史的十字路口 发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的明确信息 用中国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拉美时刻 展现了中国公道正义勇于担当 开放包容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 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稳定进步力量的增长 是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里 最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 习近平主席此次拉美之行 取得圆满成功 是今年元首出访外交的精彩收官之作 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感谢收看今天的教练访谈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